我的媽媽真美麗 時光小學一共會有六個孩子 代表人生中他們班上的六個年級 那目前出現就一年級是微微安 二年級是豬毛毛 那三年級馬上要登場的是梅拉拉 那梅拉拉他就是來自比較富裕的家庭 那乍看就很幸福 我講的就是幸福的家庭還是有幸福的煩惱 所以梅拉拉家裡還是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在這個疫情當下 你想爸爸又剛好把事業做到最大 那突然之間梅拉拉家庭就遇到一個非常大的挫折 因為所有的餐廳被迫要關門起來 那怎麼度過這個難關 然後家人可不可以共同守護 所以梅拉拉遇到一個非常大的掙扎 就是在遇到一個最大困難的時候 爸爸或媽媽如果兩個無法同心協力的話 這個家可能就會失能無業 其實自己家是每個孩子最好的港口 那不管你來自怎樣的家庭 單親也好雙心健全也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家就是你的每個人的出發點 也是每個人要回來的地方 所以給孩子知道說 我自己要珍惜我的家人 珍惜我的家 那只要我變好 幸福其實是要靠自己去追求的 就是爸爸媽媽看完這套書 應該會想到這件事情 我的孩子就希望一個幸福的環境 那誰能夠給他幸福的環境 就是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不願意付出 那孩子就是很可憐啦 所以希望時光小學可以帶給家長 帶給小朋友 大家就珍惜自己的家庭 然後愛護自己的家 謝謝